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尼日以南保各由稻草和木頭搭建的貨室著火 最少有26名 5 歲和 6 歲兒童被燒死 馬拉迪地區從星期二開始哀悼三天 一名特尼斯示威者吸入催淚彈後死亡 起因是警察驅散反對重開對田區的抗議 來自中東和非洲移民 近星期一發生衝突後 波蘭與白俄羅斯之間邊界 在星期二恢復平靜 印度在星期二下令調查 駁迫離一間醫院的新生嬰兒护理室火災 事件造成四名嬰兒死亡 智利國會下議院 星期二批准了對皮列拉總統的彈劾審判 理由是潘多拉文件內出現的貪腐指控 打托 對皮列拉都休息 臨姿 難免 在星期五 �